敌人非但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还击 这句话出自庞国星自中印战争后的战后报告 也是中印战争中 除了将入侵战打成首都保卫战之外 最经典的名场面之一 而他口中的非但不投降的敌人 正是印度500人的炮兵营 当时庞国星带领另外三个人 组成了临时战斗小组 深入敌后 本该低调形式的他们 却创造了四个人追着印军500人 跑了15华丽的辉煌战机 在这期间还顺手夺得一块战地 缴获了七门火炮 为我军开辟前进道路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看来抗日神剧中的手撕鬼子 还是低调了很多啊 但是在这场奇迹的背后 却又极其符合中国陆军全打美帝 暴打苏修的合理性 点个关注 我们今天来聊聊中印战争名场面 上个世纪60年代 我国进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当时不仅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 粮食产量不足 人民吃不饱饭 而且由于和苏联之间发生的不愉快 导致苏联不仅撤走了大批专家和资金 还要求我们进行赔偿 不仅如此 美国向来对我们虎视眈眈 而背靠着美国大哥的微操大师 也是做梦都想回到故土 看到我国面临着如此的内忧外患 那个自称是不结盟运动的主导者的印度 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 认为这是自身蜕变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最好时机 而老美在这个时候 又充分地发挥了他作为老鼠屎的角色 也积极为印度打高 而苏联也站出来表示 要为印度兜底 这印度本来就自信心爆棚 被这么一搞 那顿时是新潮澎湃 也不管自己有没有这个实力 就直接开始采取更为大胆的军事激进政策 1962年 印度政府称 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 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 最后一支枪 随即在中印边界挑起了武装冲突 但当时我国觉得 这种事谈谈就好了 多次派人跟尼赫鲁交涉 但这印度此时觉得自己作为南亚大陆的霸主 自信到不行 凭啥要跟你中国谈 看印度这咄咄逼人的态度 还以为自己怕了他 在1963年10月18日 伟人决定要给这印度一点颜色看看 于是下达了对印度自为反击战的命令 在中印战争的战前动员会上 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对将士们说 虽然印度王牌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军 但是依然要做好打大仗 打硬仗 还要做好打第二仗 第三仗的准备 但他怎么都想不到 在一个月之后 他会怎么都想不通 这印军为啥敢这么自信 向我国发起进攻 尽管我军当时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 我们在战前把印度判断为国军的二流水平 这其实已经非常低估印军了 但是一系列的交流操作下来 却发现印军还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些伪军厉害 11月18日 我军正在对西山口发起总攻 而庞国星所在的队伍又是尖兵连 直接一马当线 也不管后面有没有人 结果当时天色太暗 他又冲得太快 跟大部队失去了联系 索性他就一步做二步休 决定深入敌后 在他前进的过程中 又遇到了跟他同样情况的 王世军 冉弗林和周文轩三人 因为中国人民军队中的 匹配组队的优良传统 他们四人当即决定 组成一个以庞国星为组长的战斗小组 沿着公路对印军继续展开追击 上午七十许 四人小组在公路的拐弯处 发现了印军的一个炮兵阵地 在简单的商讨之后 四人决定拿下这个炮兵阵地 给大部队减轻压力 本来他们已经做好 要进行一场恶战的准备了 没成想 却在十多分钟后 就结束了战斗 听到枪响的印军 可能是出于本能 丢下武器 就朝南逃窜了 速度之快 连留下的三门榴弹炮的炮管 都还是热的 但是由于榴弹炮个头太大 所以毫发无伤的死人 将武器拆解 藏在草丛中后 就继续踏上了追击之路 上午九时 四人小组再次发现了 一个印军的炮兵阵地 正在向大部队方向设计的 印军一觉察有投血 瞬间就跑路了 于是四人再次毫发无伤的 端掉了一个印军的炮兵阵地 并且搅和了四门火炮 正面战场的连长还在纳闷 刚才印度人的火炮 还在这里大发神威 怎么突然就哑火了 在继续的前进中 他们发现了一处规模不小 有二百多人的敌军据点 由于敌人在数量上 占绝对的优势 不能蛮干 所以四人决定先占据 有力地形观察 如果遇到少数敌人就见面 如果遇到多数敌人 就转入森林打游街战 在敌军大部队开始 向四人小方队方向运动时 四个人随即转入了森林 但在这个过程中 周文轩又走丢了 剩下的三个人一边寻找大部队 一边与敌军周旋 在正面遭遇四名印军散兵时 对方主动朝他们开火 这批印军不但不主动投降 还胆敢向我发起进攻 庞国星心想 顿时气到不行 于是庞国星发挥兵王本色 拎起手中的五六冲 就将敌人尽数击毙 随后在西山口的南侧 三人直接绕到了敌军的侧后房 对着印军就是一顿猛烈的输出 直接将两名印军准备击毙 剩下的士兵一看 领导都领了盒饭 纷纷跑路了 此次作战 庞国星小队贡献突出 深入敌人腹地 端掉两个火炮阵地 击毙两名印军准备 缴获七门火炮两辆汽车 四部电台 还助力主力部队抢占制高点 为后续部队进攻创造了条件 因为成绩突出 王国星被授予战斗英雄的阵号 而其他三名士兵 也荣获了二等奖的嘉奖 后来战后总结的时候 庞国星还写下了那句 将印度永远定在耻辱柱上的名言 敌人非但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还击 而这仗最后不仅仅是将印度的入侵战 打成了首都保卫战 也让印度人对解放军的恐惧达到了极致 据说当时我军打到新德里的时候 城内的印度平民都纷纷跪在地上 祈求神仙救命 而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意外 当时的解放军大部分都参加过抗日战争 打过内战 个个都是深情百战 实战经验丰富 反观当时的印度 靠着尼和鲁的不反抗策略独立成功 就连军队也是后来随意组建的 虽然当时的印度装备要比我国好很多 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国陆军不是用一具强大就能形容的 在朝鲜战场 全打17家堂口都不在话下 就连后来号称蓝星最强陆军的苏修 也是被我国陆军一脚踩在地下 唯一可惜的则是 庞国星英年早逝 他在1965年的时候 被提拔为副连长 但却在一次组织新兵进行投弹演练时 因新兵操作食物 为了保护身边的战士 他毫不犹豫趴在手榴弹上 不幸牺牲